我还没死 最近还在被传在大陆说我死了 已经十年了 死了那么多次都没死 我怎么那么倒霉 今天上班被人抓了 但是如果一个修行人应该是说 终于发生了 还好我没想死 旁白哥报报 财传复文李延洁2.0现身 我还没死呢 蚕蚁美丽短暂 整容还怕被发现啊 有用的 有好玩的你就拿起 你觉得无聊 扔了 是国际巨星李延洁学的武功 用在座坛会打书 他25年前在台湾皈依藏传佛教 为了身体力行 无是什么 片酬一到两千万美元的他 以一块人民币接眼 连院线都不好排片的电影 奥米陀佛 受宗教洗涤的他 已进化成上联下节大师 即使假装现抗净 还在持咬人眉非色物 跟大家分享什么是真快乐 我们在探讨的是相对的快乐 还是究竟的快乐 那怎么快乐呢 我必须要 没有安全感 我必须追求 明立全情 他是什么不快乐 他说因为我控制不了 生老病死 有钱也要死 没钱也要死 我年轻时候很帅 我现在很老 还是痛苦 我得整整容 可以非常好 但是短暂的时间又过去了 还得再弄 还怕别人知道我弄 快乐的本质会转成痛苦 就是我今年买了个手机 我很开心 但是明年又成了旧手机了 本来快乐的东西 明年我又要换新的才快乐 如果为了这个物质支撑我快乐一辈子的话 那我觉得是蛮累的 我们人类来的时候 光是什么都来 走的时候三件衣服 就走了 所有的东西都没带走 你只是一个保管员 你保管的名利全情 愿不愿意最后交给社会 或者交给儿女 什么能带走呢 那就是业力 然后我们大家就是生命肉体 就像一个手机硬件 手机有新的我们就换 有新的我们就换 但是呢 我们在云端上的资料呢 一download下来还是你的 欠谁钱 谁欠以前 谁是你老生 谁是你的仇人 谁是你的恩人 你都记得 完了再换一个手机 它又来了 所以我要了解的是 这个软件的部分 手机生死很自然 为什么我不快乐 因为你不修理 提升 upgrade 你的软件 你就不快乐 大部分的教育 或者不同年龄段的时候 看事物的时候 这角度是很有限的 人有一句话 看开点 看开点 就希望你看到180度 90度是问题 180度就无问题 那佛陀说 360度 一切圆满 我怎么那么倒霉 今天上班被人撞了 但是如果一个修行人 应该是说 哦 终于发生了 还好 我没撞死 我也没撞伤 就是把车管坏了 再一次提醒我 你要努力修行 大乘里的会有一个思想 在相对的过程里 是说 转烦恼为菩提 超越你预判 才叫困难 我没想到 怎么会发生 怎么怎么 这就是我们情绪起来 但是如果是在 我预判之中的 但是正常的现象 这个都是游戏 在梦中 啥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就是梦一场而已 游戏一场 三立娱乐新闻 听得我都快涅槃了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